普纳莱与全眩帽 透过韩送我独自生活合作了很多年 近日两人在节目中 借着酒精说出了内心深处的想法 普纳莱坦言 其实自己想跟全眩帽变亲近 但对方曾跟自己的闺蜜韩慧珍交往 因此一直很苦恼 是否可以跟好友的前男友变亲近 担心这么做会背叛好友 所以一直保持着距离 不过全眩帽回归我独自生活之后 自己才开始慢慢了解对方 对此全眩帽表示 其实一开始感到很难过 但他可以理解普纳莱保护友谊的想法 因此从来没说什么 所以普纳莱也透露良人跟李章宇 组成综游三人组之后 不知不觉就开始依赖全眩帽 全眩帽很感谢普纳莱 对自己说了这番话 暖心的结尾让观众们都很欣慰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